本届视频赛上有一位14岁的小女孩吸引了众多媒体的注意 她就是日本选手福元爱 从三岁起福元爱的父母就培养她拉小提琴练习跳舞 从而使她具有了小明星的气质 这位小明星是一个喜欢比赛不喜欢训练的运动员 原因就是比赛期间可以吃零食而训练时却不可以 这个喜欢吃冰淇淋和土豆片的小姑娘 在这次比赛中显得少年老成 她接连战胜了新加坡名将李嘉威和韩国选手李恩石杀入八强